走 直接敲吗 对了 我来开门 今天还有请了助教来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小龙老师好 两个哥哥都认识了 我想问一下 老师们第一次拍古装剧的时候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功课 可以快速地进入角色 古装戏其实它比较跟现代不太一样的 是它的一个身材形表 他们是怎么走路的 你去学习一下 进入一个你是古代人的 这样一个规定的情境 动作你们可以去学习 表情一定要自己想 也就是说在那个人物里 你的表情是对的 对 你们可以互动一下 因为我拍的这部戏 角色会用到扇子 这个扇子是他的武器 然后可以帮助他表现人物 心理活动 非常轻松放松 开心的状态的话 我的扇子就可能是打开 然后开心躲躲步 然后在对手旁边 非常缓慢地说词 或者开心 对 如果我要说正经事 我的表演方式 我可能会把它收住 我觉得每个道具 都可以帮助到咱们表演 只有关口 关口 你来吧 上戏的师哥来 来 蒸羊羔 蒸鹿眼 蒸熊掌 烧花鸭 烧子鹅 炉猪鸭 酱鸡腊肉 松花小肚 酱肉香肠 石井拼盘 熏鸡百肚 八宝鸭子 红烧狮子头 山西豆腐 石井豆腐 麻婆豆腐 金香豆腐 红烧豆腐 焖豆腐 谢谢 拜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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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先的预热一下 好吗 好 原来是小燕子 刚刚马上认 对不起 对不起 多多包含 多多包含 你们要点什么菜 大家听着 清真食 清真熊掌 清真乱 清真入围 烧花鸭 烧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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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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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分钟 第二次小考 大家会更加的激烈和紧张 更加的在乎 焖鸡掌 焖鸭掌 焖豆腐 三鲜豆腐 跟红丸子 白丸子 溜丸子 砂锅豆腐 凉拌豆腐 炸豆腐 炒豆腐 焖豆腐 会压丝 会压腰 会压条 门黄上 门白上 第一次小考 大家都会说 表演才艺而已 还在一个基础心态 这一次大家已经经历了一次 而且看到了我们的 这个第一次选拔 整个的过程 突然就变得很严肃 所以你可想而知 今天哭的人有多少 我们下期再见